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上回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介绍了各行各业的一些套路和内幕 视频发出来之后 有不少粉丝私信我 也暴露一下他们行业的一些黑料 今天我们再做一些节目 再说说十个行业的秘密 第一,花茶行业 你们平时买的花茶 很多都是化学加工过的 就拿玫瑰花茶来说 真正天然无添加的玫瑰花 只有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之下才能储存 需要件冷酷专门放玫瑰 还不能放别的东西 容易串味 还不能用公共的冷酷 否则颜色非常容易变 这样玫瑰的颜色全部氧化发黄了 但你们在市场上看到的玫瑰花瓣 都特别好看 鲜艳欲滴 颜色越好 大家越追捧 所以市面上八成以上的玫瑰花茶 都是用硫磺熏过的 这颜色很漂亮 真正纯天然的玫瑰花瓣很少 因为成本太大 第二,餐饮行业 大家如果以后去饭馆吃饭呢 千万不要再骂服务员和厨师了 即便菜里有头发有沙子 没煮熟太咸了 也不要提换菜要求 你不想吃就直接退掉这道菜就好了 否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吃进去的将会是什么 很多饭店的监管都不严格 如果说你硬是要换一下菜 那气急败坏又没有道德约束的厨师 他们会在换的菜里头吐口水 或者说做一些更恶心的事情 这个是餐饮界的潜规则 第三,买车行业 如果你想买车 千万就不要找熟人 找熟人介绍呢 你想着可以便宜一些 但实话告诉你 卖车的最喜欢这种熟人介绍的 基本上处在那种半懂半不懂之间是最好忽悠的 成交率也是最高的 但是你买了车之后 你的车比平常还贵上几千块 甚至上万块 在卖家眼里 熟人介绍的就是生客 这种客户只要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那成交率就会直线上升 当然成交之后多少也会给这个熟人反点的 你以为你占了大便宜 殊不知你被别人占了大便宜 然后你还要感谢对方的人情呢 第四,水果行业 水果店里那些切好售卖的水果 比如说切好的苹果 切好的香蕉 切好的西瓜 切好的芒果 或者水果拼盘 水果组合之类的千万别买 而且还是那种用保鲜膜包装好的 或者用一个塑料壳装好的 据我所知 店主都是看到了坏果 然后拿小刀把坏的划掉 再把看起来不坏的那部分装进去 当然那种全部坏了的也不会发在里面 第五,美发行业 某种程度上美发行业是暴力 一支好的染发剂 进货价才十块钱 一般五块钱一支 但是美发店要要到 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钱一支 一瓶金油五块钱进货价 要卖到五十块钱 还有营养 净价是那种盒装的四十五十的 要卖到三四百 以后你买洗发水 营养液 精油套盒之类的 自己去美发工具店买 再怎么也要比你在美发店买强 不要听他们说什么金油 护理 纯天然 什么美国的韩国的日本的之类的 都是忽悠你 第六,药店行业 利润高的药 往往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引起顾客的注意 再加上店员的推销 卖出的几率更大 更容易盈利 快过期的药抢先卖 因为一旦过期了就得下价 但这样损失就要店家自己承担 同一类药物 进的厂家不同 规格不同 价格也不同 而且小牌子的药品 进价低 利润高 所以药店会更喜欢推荐这类药 大家在进药店之前 最好先了解药品的相关知识 明确自己的用药需求 以免什么都不懂 那么你在店员眼里就是待宅的羔羊 第七 知识付费行业 网上很多卖客的都是割韭菜 他们话数都不知道辨别 绝大多数都在忽悠人 还要在短视频平台上晒收益 说自己一个月做短视频 就能够运入五万十万之类 然后让你买他们的课 教你怎么样做短视频赚钱 包括教你小红书 带货 抖音涨粉啥的 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 记住 他们做自媒体根本就不赚钱 他们是通过教你做自媒体赚钱 而自己来赚钱的 第八 烧烤行业 你们在烧烤贪吃生蚝 是不是觉得 那个生蚝越大越肥越好 就是要吃那种外壳和肉 比例正常点 很多人说小龙虾是脏水里长大的 但是生蚝也有可类比的地方 因为生蚝是吃水里的微型枣类长大 不需要投喂任何饲料 所以放养的地方水质不清澈 绿藻越多 那么肉就会越肥 有的生蚝你打开之后 那个肉都快溢出来了 反而在干净的水里 生蚝肉和生蚝壳的比例正常一点 我有个粉丝 他们家就是养这个的 第九 饭店行业 店里自己洗的餐具 看运气 都是服务员手工洗的 洗不洗的概念就看造化了 洗碗池子比较脏 清碗的池子也比较脏 我们平常在家 洗碗都是用流水 但店里就是一个池子 清一个营业时间段 全部的这些餐具 比如中午一池水 晚上一池水 水浑了没关系 所以在餐厅吃饭 还是要用开水烫一下碗 第十 配眼镜行业 要说什么东西最暴力 眼镜行业说一 别的行业不敢说二 一副800元的眼镜 它的成本只有20元 你信不信 去眼镜店配眼镜 基本上都属于入坑 你别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框架 其实压根就不值钱 如果你想配眼镜 去找那些专业机构测试度数 之后再去找一些 专业制作眼镜的店铺 这种店铺的价格 比只卖眼镜的店铺 实惠的多 因为现在很多眼镜店都不专业 测眼镜的度数也不准 他们只会让你买贵的眼镜 而不是让你选好的眼镜 好 以上又给大家爆了 十个行业的猛料 你们还有什么料给到我吗 我们一起来探讨 我是泡泡 拜拜